三十多年前从家庭电器维修员 一脚闯进抽油烟机的市场 研发出适合华人家庭使用的超强机种 成功打造抽油烟机的王国 东森美洲谈话性节目《讲量化》 这个星期成功调单元 就要访问到了抽油烟机大王邱老板 一起来听听他的成功故事 这次广告相信你一定不陌生 广告的品牌几乎跟抽油烟机画上了等号 广告家喻户晓 产品自然热卖 男主角上成功桥 回忆当年从家庭电器的维修人员 闯进美国抽油烟机的市场 绝非偶然 而是靠着比别人细心跟用心的结果 美国炉头跟亚洲炉头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 那两眼炉头用的抽油烟机 放在四眼炉头上绝对是不行 因为我自己要再用 你前面炒菜效果不是很好 把他推到后面去就还好 所以这个不对的 抢得先机的发现 让他砸重金做研发 新产品针对美国市场 一出手就震惊业界 妈妈乐抽油烟机 一下子解决了华人妈妈 烧饭最大的困扰 强调专业跟幸运 现在打进了主流市场 全美70多家经销商 站稳市场龙头的地位 代理商他愿意卖我的东西 一定是要他可以好卖 故障很少他才愿意卖我的东西 那故障很少他好卖 意思就是说客人很满意 客人满意他愿意帮我卖 我就轻松了 成功的分享心得 他表示成功其实没有捷径 找对目标脚踏实地是最重要的 旅游单元来去玩 强力推荐一生必去的景点 童话国度瑞士 法律人生单元 大陆留学生开超跑 遇酒驾上命 车祸惨剧谁该来负责呢 欢迎锁定这个周末的 10号跟11号的奖量化节目 东西新闻吴忠国李中瑶在洛杉矶